舞台上与台中市交通局长 一同揭开颁奖序幕 他是公结处处长 过去意气风发 但如今因为性骚案 面临罪重处分狼狈下台 有来回抚目手臂的动作 比较不分一点就是有抠手心 他也会都突然说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或者是说你是我的人 被害人执政立立 公结处处长在办公室里 抠手心拥抱 扶胸甚至耳边吹气 犯案时间长达三年 被害人起码六人 以上对下是经典的权势性骚扰 对所属员工权势性骚扰 有确实的证据 所以我们也同意 一次计两大过免值 市府计出历年来 最重处分两大过免值 另外退休金全处取消 加上罚金三十万 一共损失千万 但如此重罚 对于被害人来说还不够 那也希望张博生 能向我们几位被害人道歉 施法的宗裁 还有很长一段路的要走 施法后竟然没有一句道歉 更令被害人担心的是 性骚处长若提申诉 可能又将重返公部门 到时受创内心伤疤 再被掀起 借你们宾无彭心 台中报导